來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O為原點 P點坐標是10 直線L是起A-2Y等於-4 問你下列和解的正確 你看ABC注意都是問同一個問題 在L3去找到一個點 問你滿足下列哪些條件 對吧 所以ABC注意都是要求點 好基本上要知道 在L3去找一個點 所以說你看一下 L是長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第一個觀念好不好 點在L3面 想要說一個直線點在L3面 在LS-2Y等於-4-3 對吧這時候可以用參數式假設 可 設 可以假設點坐標是多少 只要點坐標是在這條直線上面行不行 只要點坐標在這條直線上 我都可以假設這時候假設誰 假設Y好不好 Y如果說T 移過來 所以A可以四起2T-4 Y四起T可以這樣假設 這樣行不行 都可以假設點坐標是這樣子 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說你看一下第一個一個一個選項 慢慢看 A選項 他說在L3可以找到一個點 A點 好不好 使得PA 對吧 與 OA平行對不對 所以說一樣先去假設 A點坐標 直接這樣假設 2T-4T 好不好 所以說麻煩一件事情 題目說多少 他說OP和OA平行 把相當OP和相當OA算出來行不行 好不好 O是原點嘛 所以說相當OP 原點做到事情 00嘛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相當OP算出來當然就自己 10 對吧 相當OA算 OA算出來自己 2T-4 和T 好 這兩要平行 問你T有沒有解 T有一個解 T有解 就會有焦點 對不對 T會有解 就有A嘛 所以說在L上找到一個點 問你是滿足這兩平行 所以說這兩平行 T有沒有點 有沒有解 你看喔 換句話平行是不是係數要乘比例 老師 這有0怎麼乘比例 換句話說 這時候我只要我T等於0 只要T等於0 這邊一定會乘比例了對不對 因為T這邊0 要不要理他 不用了嘛 所以說只要T等於0的時候 這兩個就會平行 所以說在L3可以找到一個點 這個點使這兩個平行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後可以找到T這個點 對吧 所以說A是正確 BA一樣 在L3去找上一個點叫B點 好 B點在L3 所以說一樣把假設成2T-4T 這B有什麼特徵使得OP和OB OP 相當OP是幾 一樣 10 和OB相當OB是幾 2T-4T 使得這兩個加 垂直垂直有什麼特徵 它內積會等於幾 0 也就是OP 豆的OP 豆的OB會等於幾 0 所以乘起來2T-4 加0等於0 所以說T 算出來就是7 2 所以說在L3可不可以找到一個點 可以 把T用2代這個點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後 就是T用0代碼 所以A點就出來 A點就出來自己 A點就出來自己 負4 0嘛 好啦還是帶一下好了 T用2代就可以找到一個點 B點做到事情 0 2 這樣行不行 可以 所以說什麼點 有 行不行 按C選項 問你 可不可以找到一個點 C 好 一樣去假設 C點做不到事情 2T-4T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後 2T-4T 好 麻煩你去把 相當OC OC就是自己 還是2T-4T 還是2T-4T 和現在在 PC PC 把C-P 2T-4-1 2T-5 T-0是幾 T 他說去找到一個點 這個點C有什麼特徵 我們使這兩個會垂直 垂直好了 也就是OC 到的PC 他們內積算出來會是幾 0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也就是 2T-5 乘上2T 2T-4 乘上2T-5 加上T乘T T平方 等於0 行不行 所以麻煩你把它爆開好不好 10T平方加T平方 5T平方 減10T 減8T 減18T 再加20 等於0 好寫到這邊之後 麻煩你可不可以意思分解 不行 不能意思分解怎麼辦 麻煩你先看一下判別式好不好 判別式事情 B平方 -18平方 18乘平方 324 這樣行不行 對吧 OK 減掉多少 B平方減幾 4AC 400 這時候判別式小一零 判別式小一零可見T怎樣 無時速解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T無時速解 所以說告訴我 你可不可以找到一個T 所以換句話說T無時速解 所以說有辦法找到一個C點 會滿足這兩個垂直 沒辦法 行不行 這時候無時速解 行不行 AB兩個都可以找到吧 有沒有看到 C找不到 這樣行不行 珠也是一樣 在 找到一個點珠使得線段P珠 等於2 這樣行不行 好我們去假設 一樣假設珠點珠要是幾 2T -4T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來 線段P珠 要點2 這樣行不行 有沒有P點 有 珠點 2點距離 根號 2T-4 對吧 -1 2T-5平凡 加上Y 相信 T-0 T平凡 會得引起 4 這樣行不行 把兩邊平凡 整理一下好不好 直接算一下 5T平凡 減掉20T 加上25 是16一關 加9 等於0 這樣行不行 25-16 9 沒錯 所以算出來是5T平凡 解 抱歉 這邊等於2嘛 行不行 所以平凡4起 4 所以一怪變多少 2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邊是2 對吧 行不行 2平凡4 一怪這邊剩起 21 好不好 好 這邊是2 等於幾 0 這樣行不行 好 想要這邊值 可不可以 4分解 不行 一樣看一下判別式 判別式是 B平凡 400 減掉4A7 4乘5 20 20乘上420 400減掉420 小於0 所以說這時候一樣T 無時速解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T這時候無時速解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也找不到這個解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找不到這個 豬點 這樣行不行 這不難 要是一是算 很麻煩在這邊 按E選項 他說多少 找到一個點 1 好 一樣去假設這個點 叫1點 SO是2T 減4 Y是T 這樣行不行 滿足多少 射行 EOP為等腰三角形 麻煩去找到這個1點 有沒有可能找到1點 等腰三角形 什麼要等腰三角形 也就是其中有兩邊會一樣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去觀察一下 等腰三角形當中 注意聽 上行多少 EOP 所以說麻煩你把 OP的殘度算出來 再把PE的殘度算出來 再把O1的殘度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把OPPEOE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老師寫到這邊好了 好不好 來 O O P 1可以喔 才是直接想 好我去假設 好不好 老師寫算好了 那一樣 我假設1點主要是起2T 減4 按T 這樣行不行 好 這時候老師問你 這時候去把這三段殘度算算了 三段 他說求三好行多少 EOP嘛 所以說這時候把誰 把 OP O1 和EP 把這三段殘度算出來 OP 當然O點P點 2點距離 算算自己 1 可不可以喔 O1 對阿 O點主要自己 0 0 所以O1 就多少 根號 2T減4減0 2T減4的停番 加上T減0 T平凡 10就出來了 在EP 2T減4 減1 2T減5的停番 再加上T減0 T平凡 行不行 這三段當中 只要有兩段一樣 是不是就是等腰三角形了 可不可以喔 來來來來來來 你快觀察一個現象 剛剛算出來 這個東西 等於25解 對吧 所以說這個東西等於1 對吧 那也搞不好會無解 所以說比較有可能是這兩個相等 有沒有可能 所以說也就是我們去試試看好不好 如果說這兩個相等 看看有沒有解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也就是我O1 等於1P的時候 這樣行不行 這兩個一樣的時候 這時候你看一下 根號根號是可以拿掉 T平凡 T平凡是可以拿掉 所以說這邊 乘開4T 4T平凡 減掉幾T 16T 加16 這邊把它乘開 4T平凡 減幾T 20T加上25 對不對 消掉1過來 4T 等於幾 1過來4幾 9 所以T就是 4分之9 就出來了 所以說我們找到1點 有 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把它帶進去 1點出到4幾 2乘4分之9 4分之10 2乘4分之9 2分之9 2分之9減4 2分之1 這4幾 4分之9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這時候找1點找到了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所以說你看一下 所以說老師這時候想請問一下 所以說但1點找到 可見這兩段是一樣的 所以說一樣好就是一個 等腰 所以說何者勝確 A B E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把這邊看一下